交通部部长拿督斯里廖中来指出 他已亲自到中国会见中国铁剑总公司高层确认 证实这家公司并非标得宾州海底隧道和三条大道项目的特殊项目公司股东 廖中来也说中国铁剑不曾持有主导项目Zenit集团或属下公司任何股权 铁剑公司不是SPB公司 它不是一间是特殊项目的公司 它是所谓是一个承包商 它在SPB公司没有任何的股份 特别是SPB公司是Zenit公司 它没有跟在Zenit有任何的参与的股份 在SPB公司也没有任何的股份 廖中来表示中国铁剑也澄清 他们在相关项目上并没有直接与宾州政府签署任何合约 铁剑只是跟Zenit签 它不是跟宾州政府签 它没有跟宾州政府签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项目 铁剑公司只签了一个承诺的意向书 中国铁剑向廖中来澄清 他们所签署的承诺确认书是一份附属在特殊项目公司和宾州政府签署 宾州海底隧道计划的初步合约附件 承诺一旦货班计划中任何一部分的工程 中国铁剑将确保完成有关工作 廖中来表示 中国铁剑不理解为何宾州政府会在没有征询中国铁剑的意见和授权下 把中国铁剑与特殊项目公司混为一谈 无论如何 中国铁剑保证宾州相关工程计划的拖延并不会引发骨牌效应 影响多项隶属我国交通部的基建工程 NTV7 于伟健采访报道